大家早晨好 今天的减脂早餐是一道甜品 好吃 饱腹感强 吊秤还好 深受粉饰朋友的喜爱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做法 先铺上一层燕麦 上面铺一层酸奶 再倒一层 豆浆粉 对 豆浆粉 豆乳盒的哪能取得豆浆粉呢 都匀了匀了 再铺上一层燕麦 那啥点酸奶吧 对 还有一点酸奶 再放点饼干 放一个全麦的 放一个巧克力的 再放点火龙果 妈 你这是不是主食啊 连主食 再蛋白质什么都有 明天光吃它就行了吧 对 再撒一层酸奶 这好了吗 点一点 上面再倒一层豆浆粉 嗯 太厚了 大了点多吃呗 你说妈这水瓶 你说啥整 上面呢 再浇一层牛奶 期不期待 闺女 期待 带上 放置一宿 明早上咱俩吃 也不用放冰箱了 就放外面 天那么冷 走 睡觉去 好嘞 看起来 看起来不错啊 腰果 虾为一果 开心果 松枝 放一把 都溜口水 再放一把骨圈 香啊 先挖一口看看吧 哇 绝对是香 好吃 嗯 一下一半啊 好 我先来一口 嗯 再配上一杯咖啡 完美了 今天中午吃小黄鱼 两个西红柿 意大利面 鸡蛋 番茄酱 牛肉酱 做鱼要好先倒料酒去行 再倒点生抽 少倒 咱俩两个人的量呗 倒点蚝油提鲜 放点辣椒油 刷拌一下 腌制十分钟 空气炸 这个比油煎的还好吃 咱减肥净吃好的 还有啥不满意 昨天吃的还挺好的 我也知道怎么吃的 我过年就这么吃 吃完我再喝点松果醋 就不会长太多 煎过的活都给我 你就过年了 你收拾点房子 你就这么 怨言满天的 我跟你结婚这些年 全都是我的 过年全是我熟悉 我怎么过来的 我还没闲的 你四面咸的 但是 午饭就做好了 意大利面 香酥鱼 还有小圣女果 午饭就做好了 朋友们好吃中午饭了 你还不吃饭看孩子 人扭扭的 这香酥鱼 朋友们可以做一些 它呢可以当做零食 饿的时候吃一条 没关系的 你要觉得意大利面淡的话 你搁点牛肉酱 我放牛肉酱 给你姑娘 太好了 还能放点牛肉酱 对啊 这味真不错 少放啊 朋友们看看我老公 溜肥肠 大米饭 其实我可爱吃 意大利面 时间过多快呀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还有几天 今天24了 你说还有几天 减肥的晚餐太重要了 你又尝了一碗 没有 我尝一口 你不能太猖狂的吃了吧 你吃着肥肠 吃着米饭 然后你又盛一碗 没有 你别别别别 我盖头我活了 你干啥活了呀 我喜悲污入的不是活嘛 我擦的污都是污的 让你姑娘帮你干 不用 给我干什么 这不还惯着它吗 减肥晚餐太重要了 大激素呢 是可以吃主食的 小激素 不建议吃主食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我呢 都是亲身实践的 朋友们 中午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不是吃玉米吗 你吃半根 到下午3 4点钟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有点 饿了 你把剩下那半根再吃了 等到晚上6点钟吃饭的时候 你再吃肉和维生素 第二天呢 也是会掉秤的 主食呢 你给它提前一些 给它放在家餐里 跟我减肥打卡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 什么呢 都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 这样呢 你一天的主食呢 就吃得很满足 更有利于减肥 这样尝试的朋友 在评论区告诉我 天心妈 我把主食提前吃 我还掉秤了 我需要你们的反馈 姑娘你说的也不对 就是说 中午的蛋白质 你没有吃够 你把中午的蛋白质 挪到碗 你觉得今天的蛋白质 没有超量 但是你看 昨天被要涨烫了 是不行的 所以说一定要补充好蛋白质 中午的蛋白质 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我觉得吃大餐的时候 你就是控制不了 自己想吃这个美食的欲望 但是你可以 降低你吃饭的速度 这点也很好 吃得特别快 当你意识到的时候 它已经撑 撑定了 吃饭的速度 降下来之后 你就知道自己吃几分饱 比如说那个度 那个量 那个位置 八分饱 七分饱 每个人的那个度都不一样 吃到这个位置了 我就不吃了 就可以了 我已经饱了 既满足了 然后又美味了 然后你还是自己吃多少了 然后你第二天 掉撑还不丑 简单 一学一用 试一试吧 我感觉挺合用的 过年大餐 我又准备这么吃 少少的吃 不 多多的吃 慢慢的吃 今天的晚餐有 菠菜 银耳 鱼丸 还有鸪鸳蛋 高蛋白的一顿晚餐 明天见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